在過去以來 縱男輕女的觀念 長輩們都非常重視 但隨著時代的進步 已經慢慢改變 對此 左岸成長學院關懷協會 以及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舉辦秀出我的性別故事活動 盼宣導長者性別平等的觀念 感謝我們 羅恩帥議員 來我平和你 辦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活動 就是 以前的人 都想說 生的女婦比較好 比較保守 但是現在的社會 可以說 南路都平定 所以說 我們這會 我們 左岸來辦這個活動 是覺得 很好的 讓大家了解 學生的女兒都一樣 都很好的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主任 黃祥玲表示 這次活動主要目的是 要提倡性別平等 不管在家屋上 或者照顧小孩等等方面 男生也都可以來協助 我們今天是委託 左岸關懷協會 來幫我們承辦今天的 秀出我的性貧故事的活動 那主要是 我們在提倡性別平等 那告訴大家 男女一樣好 那所有 在家務上 男生也可以協助家務 也可以協助照顧小孩 那現在也很多 在地方上也很多女性 她也有很棒的一個 自主權的展現 那我們也是鼓勵做性別平等 那今天是今天主要的活動目的 先緣內學指出過去以來 重男輕女 女性在職場 家庭上都為弱勢的一方 但現在都已經性別平等 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 讓長輩們深入了解 左岸關懷協會來做一個 使徒公約的宣導 讓我們的社區的長輩 能夠更了解 使徒公約到底是在談什麼 消除對女性一切障礙歧視的 一個公平宣導 不管是婦女朋友 在我們的職場上 在我們的教育上 在我們的工作上 在法律上 或是在家庭上 所有的一個認識 我想透過這一場的牛嘎餅製作 讓我們這裡使徒人在製造的當中 避兇開港 避兇了解 對著我們西徒公約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未來在社區 在家庭能夠落實 我想這也是保障我們的婦女朋友 這次活動中 也教導長者製作牛嘎餅 不僅能夠讓他們 學習到一項記憶 也能了解性別平等的觀念 賴議員也期許 未來能夠舉辦 持續宣導性別平等的正確觀念 記者中文句 南投採訪報導